我也要告訴我的好朋友們 我們都是中國台灣人 最後我想說 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們一直都是在祖國的土地上 因為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台灣 我現在是個瑞士的影測啦 真的喜歡歐魯人也沒見過世面囉 可能叫國家女的兒 你膽子來那麼大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近期啊 又一堆中國留學生 跟中國網紅啊 甚至是陸配啊 中配啊 大鬧歐美日韓台 甚至在小紅書上出現了 7萬多條教學 怎麼嫁給台灣人 怎麼娶台灣人 怎麼拿到身份的方法啊 不然就是舔俄對吧 最近不是這個俄羅斯遭受到恐攻嗎 那就有小粉紅啊 不僅說要出兵啊 要支援啊 逃回中國的也好啊 甚至在中國國內說要過去支援的也罷 有一些還留在俄國的小粉紅啊 就跑去捐血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段 副辭子校的影片吧 我叫王爺 我現在在俄羅斯任務大學上 研究生意義年級 我現在做的只能是來獻血 這是我唯一能做的 果然啊 都是中華民族 血濃於水 俄羅斯主你們翻開也是 是所謂的中華民族的其中一個哦 而最近香港也通過了23條法 對吧 基本是跟中共法律一致了 在包含這個叛國罪啊 叛亂罪啊 那結果就有一群中國大媽 跑到香港的海邊去愛黨愛國 太暖心了 還在那邊唱沒有共產黨 就沒有新中國 就是用你共產黨 香港才在回歸後 然後每況愈下 我們放眼全世界都可以看到 小粉紅的動機 連台灣也是一堆的粉紅中配 與孩子拿著台灣的護照或是身份證 然後呢 又想要讓我們 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跟他自己在被中共統治 再讓你自己拿回紅色的護照 太暖心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吧 你也不會忘記我是中國人 我也會告訴我的好朋友們 我們都是中國台灣人 今天有一個旅遊會 這小朋友他跟我說 他出國去完了 去了深圳還有香港 跟他說 這不叫出國 台灣、深圳和香港 都是中國的領土 所以啊 這可能就是 中共鬥爭哲學裡面的一個經典名句 現在的妥協 跟現在的讓步 現在的委屈 都是為了準備將來消滅你 而達到的目的 哦 所以看來你現在拿綠色的護照 是委屈啦 這個忍辱負重啦 未來啊 你還是可以拿回紅色的護照 暫時忍辱負重 現在沒問題的 我們接著看下去 我是生活在中國台灣的湖南人 亞亞 其實有說滾回我的祖國去 不要在這裡給大家洗腦 並且威脅我們 在這裡我要告訴你 我們一直都是在祖國的土地上 因為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台灣 而愛國從來都不需要我來洗腦 愛國是每一個中國公民 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只有那些不愛國的人才需要洗腦 第三 那些頂著祖國各地哀批 特意攻擊謾罵一一的人 他只是一個孩子 他從小接受愛國教育 他對祖國有清澈的愛 你們作為中國人 如此主做一個 深深熱愛自己祖國的台灣小朋友 你們到底是何居心 有何目的 最後我想說 作為一個中國人 別說我現在是在祖國的凝土上 熱愛自己的國家 就算我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愛國 都是你所當然的 我是中國人 好啦 就問各位 你們在中國的網路平台上 看到這樣的人 不管是不是小粉 中國留學生 或是 中沛 還少嗎 很少嗎 是真的占少數嗎 還說沒有被洗腦因為他們接受愛國教育 確定耶 你孩子在台灣讀書有讀什麼什麼 賴清德、蔡英文思想讀本嗎 沒有 那中國要不要戴紅領巾 要戴嘛 那你中國要不要讀這個聖上思想讀本 要啊 你們學校是不是有在招募這個少先隊 還有這個共青團 你有看到台灣的學校裡面有民進黨的黨委書記嗎 沒有耶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你們可以 板著臉這麼的厚顏無恥的 講著這種幹話呢 我就問啊 你們這些人 當台灣被中共威脅的時候 你們站在哪一邊 你肯定站在你家祖國那邊嘛 不然你們一直說我身為中國人 然後要怎樣怎樣殺小的 我們不要說全部 但是不是多數 你們自己心裡有答案 我們在網路上看到這種多少 什麼嫁給外國人 包含歐美、日韓、台的中國人 然後讓自己的孩子 或是另外一半愛黨愛國 當然啦 也有很正常的 好 很討厭中共的 我也有看過 但太少了 很少啦 你不要叫我在大海裡面撈米地 當然啦 我就想問 這本護照 你家中共國成不承認 肯定是不承認的嘛 因為我們就拍過片嘛 那你為什麼可以拿著這本護照去歐美日韓 你把自己的女兒推出來擺拍 被罵了 又把女兒推出來 他只是個孩子 你讓小孩子當劍靶啊 對吧 這個劍靶被我們接穿之後 你又說 你們不要去罵這個劍靶 拜託 我們罵的人是你 不要甩鍋給你女兒 你還說你多愛你女兒勒 而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現象 多數的中國配偶 不管是嫁娶 歐美日韓或是台灣人 他都會試圖讓自己的小 或是自己的另外一半 變成小粉紅 愛黨愛國 而通常呢 我們這些外國伴侶呢 都是順著他 而是用那種黨國教育 然後再洗腦他的下一代 而他自己也輪出來 那他又想要再回去 大家有沒有發現這個現象 為什麼總是民主國家的人 會被極權國家的人 兜著走 然後他卻打著這是真愛 所以你要順從我 你要聽我的話 那既然是真愛的話 為什麼不是你妥協 而是我們多數這些民主國家出身的伴侶要去妥協 這個現象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見到太多了 我再強調一次 我不是說全部 不要抹黑我說 我在說全體入配 如果你自己不是這樣的入配的話 那我肯定不是在說你 但如果你自己是 那就心照不宣啦 所以你們以為這些粉紅真的不知道台灣福利 跟收入等等條件 都比中國好太多了嗎 他們知道 所以小紅書才出現七萬多條教學 小粉紅難道不知道美國比中國好太多了嗎 他們知道所以一堆人去那邊讀書移民 包含他們的招家人 但還是要愛黨愛國嘛 什麼叫做真愛 就是不管這個人多爛多窮多破 對你多差 天天打罵你 拿走你賺的錢 你還是愛他 而那些小粉紅啊 在海外 愛黨愛國 還逃不過被留在中國國內的粉紅批鬥 我們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據說我們國內潛伏著11萬間諜 其中6萬是中國人 大部分都流過血 提醒孩子這麼幾點啊 一 到了當地 立馬去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 這個類似於我們國內的學生會 去報到 這個組織其實就是中國學生學者的家 每個海外大學幾乎都有 在海外 我們的執領館跟學生的關係 其實很扁平很親近的 粉紅跟反賊在海外的比例啊 大家可想而知 甚至這不是一個 需要動腦就可以知道的一個概念對吧 因為舔工沒有代價 但是你反共要付出的代價太多了 建議你們這些革命小將啊 學一下你們偉大領袖 就印在人民幣下面那個 把這些留學生都批鬥 把國外思想跟引進科技的人啊 都批鬥成漢奸 而你們知道嗎 這個現象不是單單出現在文革時代哈 這片土地自古以來就是這樣 你們知道清末的義和團吧 當時不就是各種的反洋物嗎 其實那是那個時代的社會 所以在那前前後後其實一直都是這樣 大清那個時候也是有少數的 譬如說李鴻章這些人啊 是覺得中國要興建鐵路引進火車的對吧 最好是在大清偏地開花 但是受到了好多反對派的影響 李鴻章啊好不容易用了這個運煤運兵的理由才取得一點小成績 其中最大關鍵點就是遭受到當地非常多的貪官的反對 而原因是我沒有好處耶 對吧你蓋了這個我有一杯羹分嗎?沒有耶 等等諸多原因 最後呢還是要依靠民眾來反對 那我要怎麼讓民意反對呢? 我就去宣揚啊 這是有害的冒黑煙的火車是妖孽 破壞風水破壞大清的龍心寶地 各種各種理由 而火車鐵路的興建反對 這只是其中一個荒唐的事情而已 短短十幾二十年 清國人怎麼可能就從 我超討厭那種妖孽鐵路的變道 欸我支持鐵路喔 然後在大清想要把鐵路國有化的時候 爆出一堆革命 為什麼利益 而這片土地上的人也知道 當時他們的祖先呢 為了利益 然後這樣愚昧民眾 很壞的 但沒有辦法 我們不承認錯誤 我只好把這個 怪城列強欺負我們 列強打壓我們 害我們落後 沒想到至今的 他們還在用這招 接下來帶大家來看一下 小粉紅跑去大鬧他國的影片 我現在是個瑞士的影測啦 就那個夢幻小鎮也就是 坐火車那個地方 你看你大廈風景了吧 我大廈什麼風景 我本來沒有張雅精活開的 你那張雅精要 一直還活開 前面傘粉紅去不必的壯碗走啦 對吧 回家給你粉紅不必的好看吧 對 中國的大廈我看不下來 而鼻子傘也不就這麼回事嘛 腿得深呼氣深的 你不覺得這每個景點 都像一副油畫嗎 像咱那雲貴船洗澡 這樣的粉紅太稀疑微傷了 堵死了 此次小偶爾人也沒見過世面 你知道嗎 可不如火甲你那兒 跟蛋子量那麼大 他們有這樣大傘 你知道嗎 所以說跑這來就這樣黑了 你讓這些小外管人到來中國去 我跟你家都得露的 都得震撼 西藏地區的風景 確實也是美如畫 美如仙境 這都沒有錯 但最大的點是什麼 像是瑞士這個 他的交通的完整度 還有他對於旅客的友善度 而如果去過歐洲的人 你們就知道 歐洲的鄉下 偶是說撇除風景區的鄉下 觀光區的鄉下 人家的鄉下才是真正的鄉下 但是中國的鄉下撇除掉風景區 那是什麼窮山惡水 你還敢提張家界 張家界去年跳S的幾個人 中國的風景區 大家不知道是多坑嗎 你們自己應該心裡很清楚是多坑 姐 我想要一份歹豬收口 這個口氣怎麼賣的呀姐 你有十塊錢一隻 要一個雞翅 那是四十 多少錢 四十 三十五塊一塊 五塊十五 姐這個沙蓋怎麼賣的呀 三十五塊一個 好好看 這個也是十五塊一塊 我懶得在說這些 我讓你看看我衣服 裡面都是啥樣的 簡直創性子什麼樣的 來來來來 這時候要撤掉下用 我讓你看看 我本來不想來他的 這盒子簡直線條票 你往這水倒著 這來那個大河我我我我這馬上在上那個 上上下下下手那邊看 哎呦我的天 溫兔說實話 趕著那個 翹頂的不臭 這這來溫兔 溫尼斯真棒真好 這個天花的真值 就在他的生活去 看著吧 就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他來意義在哪 有著躲煤 咱不知道人怎麼寫出來那麼煤的 他都沒見過煤的東西嘛 我記得那五鎮 咱那那些 古浪魚比他這好看著啊 真的這個河口就這麼快 你忘了 地道的溫尼斯啊 咱一點不得胡扯了啊 這是什麼地方 來進來看看 這裡邊怎麼是妞妞的味啊 早味 你看地道妞的用 你看 一起來 一個材料啊 我避免技術發育的 不要再打瓶口 嗯 這什麼味 我不知道他去的這個 威尼斯是哪一個時空的威尼斯啊 但我自己去年去威尼斯 我覺得沒有他說的這種味道 而且威尼斯他其實還蠻大的 你說的這只是他的外島而已 他還有內陸 這樣這兩個地方我都待過 而且我去威尼斯 黃昏灑夏的時候 非常的漂亮 在旁邊的小餐廳啊 喝個小酒 看著那個夕陽西夏 太美了 我不知道 你怎麼看到的 鏡絲這樣子 好看完他逛羅浮宮 我就知道這個人 他沒有文化 也沒有任何的美學 老實講 逛一天還逛不完 你要認真看 不管你是單純對話有興趣的 對歷史有興趣的 你只要到了這個地方 都會讓人流連忘返 像我就不懂畫 但我懂歷史 當我看到這幅畫 他下面的介紹 就讓我瞬間回想起 我以前在書本上 在網路上看過的 哪一段歷史 哦 原來畫是在畫這個啊 恍然大部分會覺得自己朝聖了 而且你知道羅浮宮裡面真的 也不要說光羅浮宮這點 歐洲好多的美術館 博物館裡面 對我那種學生 老實說 帶學生過去講解 跟他們講歷史啊 美學啊 我覺得非常的生動 非常的有趣 而且這是他們的常態 拜託 今天分享影片的這種 粉紅行為啊 多出來 呼籲譴責一下 讓我們看到 你們自己也是不想被代表的啊 對吧 那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希望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伯母小燕姐的 掰